这绝对是外国选手最不愿回顾的一场比赛 眼看着这位外国选手做出冲刺动作 结果连个铜牌都没拿到手 赛后更是趴在场边失声痛哭 然而让人更加意外的是外国选手前脚冲刺过线后 身穿红色衣服的中国选手仍在加速 可另一名中国选手却在最后慢悠悠地摇晃减速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两名选手分别夺得冠亚军 明明冲刺低的是外国选手 而且中国选手慢悠悠地在最后一名滑行 最后怎么拿到了冠军金牌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场比赛 这是2024年江源道东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决赛 最后冲刺场面完全就是大型混乱现场 身居最后一位的当场放弃比赛 第一个冲刺的却拿了个银牌 更有糊里糊涂跟着多滑一圈的 只能说中国选手的兔子战术 瞬间把外国选手的CPU给弄冒烟了 比赛结束以后老外才意识到完大了 中国队参赛的两位姑娘 分别是来自黑龙江的杨静如 以及山东女孩李金子 哈萨克斯坦日本和韩国各有一名进入决赛 同时匈牙利也有两名选手闯入决赛 这两人却没想到这场比赛让他们终生难忘 滑完1500米需要围绕场地13圈半 随着比赛的开始大家都是躺平的心态 只有匈牙利选手上来就冲刺领跑 眼看着后面的选手都没有冲上来的打算就放慢速度 然而他此时却没有意识到 一个红色身影疾齿而过 根本不给匈牙利选手准备反超的机会 他就是中国姑娘杨静如 杨静如一个劲的加速 然而此时的外国选手根本没有追击的打算 很快他便于众人拉开将近一圈的差距 眼间的网友会发现这一幕非常熟悉 这就是传说中的兔子战术 一高人胆大只有真正的强者才敢这样做 如果匈牙利选手智商在线的话 需要有一个人上来跟住杨静如 显然他们却沉浸在自己的领跑乐趣中 在胜十圈的时候杨静如完成收尾 跟在中国姑娘李金子身边 与此同时杨静如开始了半猪吃老虎的角色 然而此时的匈牙利选手完全忘记刚才冲过去的杨静如 还慢悠悠地充当领跑的角色 此时杨静如想着第一名肯定是稳了 是时候让队友拿个银牌了 于是就把兔子战术升级到2.0版本 在最后六圈的时候 李金子开始发力冲刺 没想到这一波冲击直接把比赛节奏带起来了 估计外国选手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然而更加搞笑的是 他们忘记刚才冲刺的杨静如还领先一圈 这就是兔子战术2.0版本 不过此时李金子突然减速下来 给外国选手制造冲刺失败的假象来迷惑对手 身处第一位的匈牙利选手还准备拉开第二名的距离 想必此刻她的内心已经笃定自己就是冠军了 反观此时的两位中国女孩 仍不慌不忙地按照自己节奏比赛 特别是杨静如身处最后一名看着前边选手的表演 在最后三圈的时候李金子开始全力冲刺 明显加快了自己的速度 只有她知道要比杨静如多划一圈才能真正拿到银牌 此时最后一圈的铃声响起 只见各国选手开始加速冲刺 反观杨静如却在最后慢悠悠地划着 经典的烧脑环节出现了 此刻匈牙利选手直接做出冲刺动作 一旁的韩国选手更是激动到摔倒 然而此刻场外的外国教练团却慌了 恨不得个个都冲进比赛场地 反观李金子仍在加速做冲刺 他深知最后一圈的铃声是给杨静如的 就这样李金子超越匈牙利选手后 以第二名的身份拿到银牌 反观别的选手迷迷糊糊地跟在他后边跟划 然而刚才摔倒的韩国选手 本想庆祝拿到铜牌的喜悦 结果却稀里糊涂地跟着别人又划了两圈 可以看出来自中国的两位姑娘非常开心 分别拿到了金牌和银牌 然而此时的哈萨克斯坦选手 还没想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 中国姑娘准备拿国旗庆祝 然而一旁的匈牙利选手却抱头痛哭 本以为自己是第一名 结果连个奖牌都没拿到 对于中国女孩的兔子战术你们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交流 非常高兴 也感谢我的队友 感谢教练 希望最好还是能再为中国 争夺一枚金牌吧 尽力